你到这里来多久了? 我才过来两个星期吧 这房车我们准备下一年去墨西哥用 你说另外一个还是这个? 这个 上次我们去墨西哥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那个31起 就觉得在墨西哥的路上还是有点大 所以回来再买了这个 所以说你们有很多房车 就是有45尺的 又有33尺的 又有这个31尺的 25尺 哦这是25尺 对 这个是跟那个 那个大B型的 是一个底盘 Sprinter 是一个底盘 但是它就做大了一点点 就做成了A型 其实它跟B型那个24起那个是一样的 对 其实我之前研究过这个车 这个车好像现在停产了 它应该是没有这个model 对这个没了 现在只做那个B型了 对 然后因为我们在这里买了那个A型房车的营地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A型车才进来 所以当时我想是买的一个B型的车 小一点吗 去墨西哥可能好走一点 等一下你说你在这里买了这个营地指的是这个车位已经买下来了 对对对 对这个我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这个我我听说过这个同样的情况 因为因为我有个车友在洛杉矶 所以它在一个Palm Spring还是哪里的 它也是买了一个房车的车位 对对对它也是那种管理公司的 富尔德也有类似的地方 我其实听说好几次了 像那个滑雪圣地科罗拉多 有个地方叫Silver Thorn 那个地方 这房车营地也是非常popular 叫Tiger Run 它是一个非常顶级的房车营地 它那边也是可以出售的车位 对对对 所以一个车位十几万都有 对啊 这里几十万 一百一十万 后面有一个一百一十万的卖 Really 对 一个车位 对我们这个车位都现在都二十万了 你这个车位买过来二十万要 我们买过来十六万多 现在是二十万 哇 就等于说跟一个房子一样 然后后面隔壁那些有建的厨房 什么的他们是二十多三十多万 相当于你这个钱不是拿去买这个Las Vegas的房子 反而就是直接就是买一个房车营地的停车位 那为什么不直接就买一个房子呢 Las Vegas的房子我记得好像二十多万 那挺多的 当时我们是考虑暂时的嘛 我们也是后聊嘛 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停下来嘛 但是当时我来到这里我就觉得很舒服 然后我们是想去找房子 但是那些房子看了 有管理的地方 他也不能停大房车 那不能停大房车 所以我们出来怎么办 我们还是要有地方停车嘛 有可以停房车的地方 没有物业管理 那我们不是经常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的房子在这里 那就很危险了对吧 一年来一次两次的话 那你房子在那里 你随区管理 你还是要给钱人家去打理嘛 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样比较方便也 也记载 你说16万或者是20万的钱 你不是买一个房子 但只是买了一个车位 价值上好像这个只是一个位 一个车位 那个是一整栋房子 对 但那个价值观不一样 那我们是流动的 我们没可能就长期定在 你有房子在这里 好像是有升级啊有什么 但是你的费用也相对的 也是很贵啊 所以你不在那里住 你是觉得就放在那里 你也没什么得到什么嘛 对吧 然后这个他靠近Alport 15分钟 去拆了他15分钟 去哪里都是10来分钟 到那个Old Town也是10来分钟 那个Casino也是10来分钟 在那个西松心的地方 你买一块一个房子 你起码要六七十万 哦 ok 你的意思他的优势呢 就是说他location非常好 但是他虽然没有房子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location 他值那么多钱 location还是极钱的 因为他方便嘛 而且你看嘛 他没有高楼大厦在附近 你仰望的是有天空 嗯 而且那这里的管理啊 绿发你不用担心 有跨人进来啊 你也不用担心 我走了以后 那块地就有问题 因为我没有房子在这里 也没有人来破块嘛 对吧 而且我那个地 我可以租出去啊 我可以反租的 我不在这里的时候 我可以挂上那个网上 有人租也可以租出去 我只是跟那个物业分成而已 哦 听到过很多次 确实听到过很多次 但是这是我亲眼第一次见到 真的有华人这么干 0.9的一个 0.9个acre 后来我也去看了好几个营地上这样的 在佛州 想买一个地方在那里 以后我们后聊就到处走了嘛 然后就觉得那边太热了 太多人质了 是这个是top5 就在全国第5个排名 这个营地 哦这个还有排名的 对啊 然后佛州有一个是排名第一的 那个是最低都要30万一个位 但是他的locate 没有这里那么方便 他是在郊区的 但是管得很好也是很漂亮 但是他是离开城市的 所以你这个房车营地的停车位 已经买过来好几年了 两三 两年多了 然后你这两年其实都是在出租的 没出租 没出租 没出空就空着吗 就空在那里 我们出来又住来住几天 出来经过又住几天 就这样子 你不说可以反租吗 反租你不 对啊我们没做啊 我们没没没反出去啊 就其实就说你们确实 你们不在的时候 就是完全可以就是反租出去 就是他们 他们过来比如说停一个月 然后你们跟午夜分层一下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我看过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tiger round 就是冬天的话 他是在滑雪场最密集的中心的一个town 然后呢他也是就说管理啊什么都顶级的 他也是买买个车位可以返租给那些过来滑雪的人 所以我本来想租一个这样一个车位 这个营地都只有A才行 对这个我 车楼啊B型C型他们都不给你进来 对我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他 而且他名字就叫那个Motor Coach Resort 所以说他里面全部都是Class A的房车 Class A就表示最贵的 所以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三个房车都是A型的 因为为了那个车位 就是为了可以就是可以开进来停这里 对所以你们都买的房车都是要A型 本来是把那个去完墨西哥回来 我们想把那个白色那个31做那个卖出去的 后来上来上去你卖出去也不 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呢 那我就干脆把它放在这里 就像在拉斯维加斯也有一个家那样 我就没事了 我们已经估计是两年半还是三年没见了吧 我们上次见是在西雅图你的那个房车营地 对对 疫情刚开始那一年2020年 2020年 对那就是两年对刚好两年 就说我们两年前在你那个房车营地 就西雅图的这个房车营地遇到 其实也是非常巧 因为我是住那个我的会员的那个营地 那个营地那边五分钟 对对对 然后你还在那边经营那个营地吧 对啊对 就是现在那个营地关门了吗 没关 就是营地就一直开着有人在打理 上次我不是就发了一个视频出去 还挺多人关注的 有十几万人看过那个视频 还有好些华人不是 去那边找你 对对 都基本上都是加州的过来 那生意怎么样 那生意都是差不多吧 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我们只有五十多部位也没什么特别的正常 就比较稳定 基本上都是熟客比较多 而且他们我们那个季节性的嘛 就是那个抓棒的时候就也相对来多一点 如果平时的话就是周末 周末那些西雅图的人啊 过来啊去度假啊那样子比较多一点 哦所以你那个营地是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开门的 对 但只不过就是说比如抓下麻棒的时候人比较多一点 对对我们营地有房子嘛 我们就住在营地那个房子里面 嗯 然后冬天的时候我就那边下雨了 我就喜欢走了 所以一般我都是十二月份左右 十一二月左右我们就走的 过完了圣诞节 以前就每个圣诞节我们都做一个party 就跟那个我们在我们那里住的客员啊 或者是附近的朋友啊 我们就做 现在我们不做了 疫情以后我们就不做那个party了 然后我们就过完了圣诞节 或者圣诞节之前我们就走了 过来住几天 然后因为这里 从我们家来这里就三天的时间 开车都过 对 然后就在这里住几天一个星期左右 然后就出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到加州也是一样 到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出去南边的话都逼近几路 所以我就在这里选择的这个地方 下个月初我要回去 就我准备把这个开轨去 就准备去墨西哥的东西要搬上去上了 上一个月来 预计要去两个月嘛 我就要把那个东西搬到这个车上 然后我老公会把那个白色那个车开过来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开这个车回去 那不需要开回那边拿东西吧 你就直接那边让你老公带过来不行 我还要回去要处理一些事情嘛 我来了这里 要我到我回去的差不多来了一个月了 嗯 那我回去好多文材料啊 好多工具啊 好多付钱的东西我都还没做完嘛 嗯 我还要把那个那三个月以后的东西都要安排好 我才可以出去嘛 嗯 所以我一定还是要回去 就是说你整个地方 虽然是房车营地 但其实就是弄得跟小区一样 对对对 算是一个大的一个房车的community 所以每一个位置他们的厨房啊 他们的奥奥奥都他们都不一样的 他们自己可以的 哦 ok 是做的 对我看嘛 这个是做成的 是这样子的 我们那个就没做的 那个要二三十块 就就等于说他这个也是一个车位已经卖给别人了 然后那个人把这个厨房修成这样 对对对 好只不过他是空着他就他就他就不反租 对啊他没来他就不反租 所以这些人也算是都是候鸟吧 我看到很多 他每夏天都就走的 好多都走的 嗯 夏天这里剩下不多的 反正基本上房车都讲夏天往北走 对 然后冬天往南走 对对 哇这个五十多半吧 这个对对 我看到他底盘就知道 他的底盘就中大巴的中 那个是底盘的 大巴底盘 对大巴底盘 我们也之前也想换一个这样的 想把我们那个三十 那个四十五那个大的卖出去 别人过来就是要租 那一个月一般来说多少钱 或者一天 他们好像是说一百 一百三十多一个晚上 哦 然后二十个晚上等于一个月 两千六百多一个月 对 这果然是比较高级的那个房车营地 很多房车营地其实一千左右 就是一个月 对 长租的话 那边四十二天才一千三 哦 OK 可能其实我们都八百 你知道英文名叫May吧 对 哦那May呢 他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房车营地的owner 在西雅图附近两个小时的Olympic 那个National Park附近 你有跑到这里买了一个 其他房车营地的一个车位 对 就是因为你要经常流动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一百一十万 多少钱 一百一十万 一百一十万 哇 就这个吗 那他有个房子 对 对 像这种房子也是很贵的 对 都是要五十万起步了 现在肯定了 现在什么都归 那个之前的应该四十多万 你看那个 那个 你看 人家那个花园的里面 坐着多有 多有风 哈哈 他直接弄一个动物园了 对 看嘛 在那个祖宝上面还有一个大牢 对 所以在这里散步也 也觉得很很舒服的 你看看人家的地方 看看人家的花园 一样开这个 开那个四十五起都是一样 但是只是去的地方 的路况不一样 所以我们 在美国怎么走都没事 你看那么多大房间 他们都是到处走 都是一样开的 没什么感觉 就是问题 就是我们要去的 那个小的地方的话 那个墨西哥啊 那个地方的话 有的路里大的 你转不过啊 他的那个山路里 我们 我们还要拖一个小车嘛 嗯 那是我们三十一起的那个 那个拖一个小车 在有的 呃 城市到城市的那个 那个 山路上面 我们那个拐弯 那边有起来 这边有 我们要下去的话 就觉得有点急了 嗯 所以我我我今年我说要不我们 我们就改 改成小一点的 我们走的更远一点 对 所以就 试一下这个 怎么样 挺好的 我觉得两个人去旅游的话 大嫂比较稀 只是那个床的话有点少而已 嗯 我觉得如果你们换个classb的话 就不用拖车了 都可以 class 真正真的classb 对对对对 当时我们我是想找一个那个短轴 短轴的那个cashb嘛 但是我老公不行了 B型我老公不行 一进去他都不行了 已经 太紧了 有的 有一期我们去买这个车之前 我们去看那个Aviso嘛 我想去 我说我一直说要买个短轴的B型 然后我们去Aviso准备去看车了 那个Celsea 老美Celsea很搞笑 他说你不用进去了 叫我老公你不用进去了 我老公也搞笑 他说你去看吧 我不看 我看了我也转不过身 然后那个Celsea就很搞笑的 就跟我老公在外面就说笑话了两个人 然后我进去了看了一下 然后就觉得真的 我老公进去也转不过身来的 对对太急了 所以你们的计划就是去墨西哥 你说过几个月要去墨西哥 对大概1月份左右吧 那还是要就是这辆车 然后拖这辆小车 拖个Jip 拖个Jip 现在午上去我们拖的那个是 西门的Jip 这次我改了两门 然后又要换Jip 我们两个 两个Jip 你们本来就有两个Jip 如果拖过去的话 一般来说在墨西哥也是 就是说这个停营地 然后出去 对对对 他们的营地跟美国差不多吗 日常对来说是简陋一点 但是有的都有 那位置没有那么宽 这是宅宅的 所以为什么那个45尺可以去 但是你要点到点 都好多大巴去 那个老美加拿大的人都开大巴 但是他们开大巴的话 他们就找好了 知道那个营地可以停他们才去 对所以就点到点的 他们经常都是点到点的 对中间不能停 中间有可能就 中间有可能就 你没有地方给你停的了 就是他已经每一年都是这样点去了 他里面他那条路他知道 好像我们那是去墨西哥的区 我们走错了路 然后我们那个晚上没有去到那个营地 因为那个GPS导航可能是旧路和新路 他们导航导错了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龙 是一片都是农场和高速公路隔开 那个地方我们村不过去 不知道怎么过去 晚上又黑 然后我们就走进了那个村子里面 单行道 就在那个有一个小卖部 就在村头里面有一个小卖部 那里我们就停在那里 我就看着地图 我说我告诉我老公可以转 这个路可以转 但是我不去 然后我老公就停车 就准备去看一下 那个电动去看一下 然后就马上就来了 五六个摩托车 然后就 Girri Guara的我们语言 他们是Spanish 我们也不懂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要抢抢抢抢 好害怕啊 我那个感觉 我都不敢出去 然后我 有一个人就在外面 就窗口 我老公就 在窗口跟他聊了几句 然后我老公就出去了 他们想干嘛 我们当时不知道 然后他们有一个就 知道我们的语言不通 然后他就拿着电话 就打给他的妹妹 那个妹妹可以英文 然后就 他也跟他的妹妹 嘀哩呱啦的 说了一大通 然后那个情形 就让你好害怕的感觉 然后我就在里面 我就不敢 不敢出去 然后我拿个电筒 电子 拍照又太黑 拍不到他们的脸 说了好久都搞不清楚 他们要说什么 那个人也很努力的 想帮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 一直在手机上找啊找啊找啊 我看到有窃 从那条道 小窃 从那条道过来嘛 有灯光嘛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我看这条道 应该可以走得通 因为有窃过来了 那时候刚刚好 我老公又跟那个 他的那个妹妹 也已经沟通好了 他说要 叫我们跟着他们走 他们带我们出去 然后 他们就马上很快啊 马上 四五辆摩托车 在前面开 还有一个小车 就叫我们跟着他走 但是我说 那个路我知道 可以出去的 但是他们这样的情形 我也想不到 他们想要什么 对吧 然后也没办法啊 你在这个 这个地盘里面 你也不能做什么 然后我老公就 跟着他们出去了 然后他们真的是 帮你们带出去 帮我们带出去 还要帮我们看 开路 你们一出去 我们要出那个马路嘛 他们就有那个小车 就停在那里 挡住后面的车 不让他们出来嘛 然后就前面摩托车 就在老上 好像车队一样 就把我们 附送到了高速公路上面 临走的时候 就给了五百块 那个匕首给他们 做赏费 他们也很开心 是当地的村民吗 应该当地 他那个 多喝啤酒的 就围在那里 聊天啊 看到我们 就一般人就过来了 OK 弄得跟抢劫一样 对 用了那个场景 好像很可怕 因为在电视上看的太多 对 都是都是摩托车 不好的东西嘛 对吧 其实那些平民都是很很友善 你老公也是美国人 但是没有办法沟通吗 不能沟通 对 就他们他们不会 大部分人不会英语 他们本地的基本上的人 大部分他们都不学英语 云地就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 他们的云地不是很规范 的那个城市以外 你在公路上跑的话 他很容易就找到那个农场啊 那个那个 就是十块钱他给你停 上那种 你给十块钱他就给你停 有的有水有的没有 就是在 就是人家家里的那种感觉 那种地方都可以 然后他的加油站你也可以停 过夜的 然后你要给少费啊 有一些我们也在 那个中途太远了 要12个小时 那有一个晚上 我们就住在那个加油站 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想法 大部分的华人还是就是 到当地可能就买个房了什么的 一开始是谁想到的呢 是是你老公想到 要买一个车位呢 还是你 是我说的 那买房车营地 也是我说的 也是你想要去买房车营地 反正我们家里 所有的计划 所有的想法 都是idea 都是我想